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11月15號的期權最前線 今天的一個台紙期 在權王台積電向上去做大漲的帶動之下 最終的漲點是超過了400點以上的一個大漲 那我相信在今天的一個操作過程當中 應該會有非常多的一個投資朋友跟小老師一樣 選擇是站在空方來做一個操作 那雖然說大家從畫面當中可以看到 我們是在14340去做一個空單的進場 是在14380也就是40點的一個停損 去做一個出場的一個動作 但是我們還是要告訴大家 當然我真的沒有想到台積電能夠股價 連續性向上去做大漲攻到幾乎快漲停板的一個位置 但無論如何我們跟大家所談到的 不論是對是錯 我們都要讓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我們為什麼會採取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那以及為什麼最近期感覺好像要嘛就是做不到 要嘛就是這種所謂打到停損這樣的一個位置 事實上是跟行情是有關的 這個我稍後我再來跟大家來做一個分析 好首先呢我們在每天判斷行情的時候 都會透過四個主要的指標來判別多空的一個行情 那出手的時候一定要優先設立停損點 所以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指標到底在今天出現了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這個也是我們在今天早上會認為說 那個時候其實已經看到台積電的ADR呈現大漲 早盤開盤先漲7% 後來變漲5.88%但是他反應在開盤 因為9點鐘開盤之後台積電大幅度開高 但是那時候還沒有進一步往上推升的力道 所以從當時的一個狀況來看 指數漲了141點台積電貢獻154點 其他的個股是跌12點 所以這告訴你什麼東西台積電一個人的50 台積電自己在做表現 所以當時我們會認為這個是一個不明確的趨勢 好不明確的就是當然我們要看其他的一個指標 他怎麼樣去做判斷 那恐慌指數 當然這個我們過去跟大家談過 這是一個跟行情反向的一個指標 好但今天是呈現 當時是呈現了一個所謂的一個上漲 那所以當時我們會覺得說是比較偏向空方的一個架構 那這個我稍後會跟大家談 為什麼最近期也不同掉 那另外台幣的匯率 台幣匯率當然是呈現升值的表現 所以整體來講他告訴你的事情是說 這個行情就是就整個所謂的一個指標的角度來看 他其實並沒有出現同向的一個狀況 好因此沒有出現同向 那當然我們就等待有沒有預估的高點跟低點來到 或者說是呃這個指標有出現同步的一個現象 好因此當然今天的預估高點是14342 然後低點是14161 那低點沒有來我想就不用談了 所以當大家看到這個位置 你大概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我們今天選擇在呃這個14340附近 去做一個空單的一個進場 因為當時一方面他來到了呃我們預設的當時的這個 這個所謂相對高檔的一個位置 另外當時的那個唯買唯賣 好大家如果看下方的話可能不太清楚 好但大家可以稍微去對一下 好基本上當時的唯買唯賣 是呈現了一個比較偏空的情形 好所以當時我想嗯做空沒有太大的一個問題了 只是說後來的一個台積電股價一口氣往 呃漲停板去做賣進說真的 其實我在市場當中2003年到現在 其實大概15呃203年18年19年的時間 其實整體來講我看過台積電掌停板 在金融海嘯結束 然後網上翻牙那段時間常看到 不過那時候是漲7% 那呃你在正常的行情之下 要看到台積電掌停板說真的不太容易了 可能幾兩三年都看不到一次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但無論如何啦就是呃今天的一個行情 因為權王的一個強勢去做帶動 所以我們最終是呈現了一個停損出場的一個動作 但這個地方其實也要跟大家溝通 兩個比較重要的觀念 一個是在於停損 我們一直強調就是說呃停損你一定要去做設定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沒有先設立停損點的話 你不知道你的風險有多大對不對 所以你看哦當時其實我們已經空在呃 昨天收盤是14125嘛 所以我們已經空在漲200多點的一個位置 但是沒有想到後面還有200多點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要跟大家提醒的就是說 你看哦我這個地方如果我40點 呃也是跟會員朋友稍微說一下 就是說我們設定的停損一定都有我們的一個原因存在 那做錯了沒有關係 你就把這筆單結束掉 你如果沒有把它結束掉 這其實會有兩個問題 就是說不論對錯他其實會衍生出一些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如果你錯了 比如說像今天如果你13 對不起14380沒有去做停損的話 基本上嘎到今天的14 那時候我們截圖的時候 最高點是14575來做計算的話 他等於是後面還多200點 也就是說你40點沒有停損 那後面你可能會停損在虧240點的時候 這是一個第一個重點 那第二個重點是什麼 第二個重點就是說好假設讓你對了 我覺得這個才會是最大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你沒有去做停損的動作 然後最後凹單凹對了 未來你就不會有停損的概念 你就會每一次都想要凹單 因為有這一次成功的經驗 所以我們才會還是會提醒大家 不論如何做對做錯都沒有關係 但重點你的風險控管一定要去做確立 所以在今天這樣子一個過程裡面 我們去把它停損40點把它停損掉 不過還是要跟大家稍微談一下了 到底最近期的行情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加權股價指數的走勢圖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部分 最近期其實你會發現台股真的超強勢對不對 這整個波段一共出現了6個跳空缺口 指數不是個股指數出現6個多方的跳空缺口 那我必須講就是說最近期的問題 其實我昨天我也跟我的會員朋友 稍微講了一下過往波動率 就是我講的是台子選擇全波動率 我們為什麼把它稱之為恐慌指數 因為通常是在下跌 因為漲不會連續漲 就指數的個股會 但就指數的角度來看 它不會連續性做噴出 它比較少見到這樣的情形 那最近期連續性做噴出 你會發現VIX指數也是漲的原因 是因為買權的波動率上升了 正常來講是不會連續漲 所以在漲的過程當中 行情不會選擇權買權的波動率 不會大幅度跳升 但是你在跌的時候會 賣權的波動率會大幅度跳升 所以通常我們會把它當作反向 那之前我也跟大家談過 他們在不同項狀況之下 好像大概只有一成左右的機率會發生 但就發生在現階段這樣的一個行情裡面 因此這個是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相對我們比較不容易做到單 或者是說比較容易停損到 最主要原因其實在這個地方 就是它跟這個所謂的十月份行情不一樣 因為基本上那四大指標 它其實比較適合判斷 因為我們最終決定的結果 不是說波段不能夠做 而是我覺得波段你要做 你要做流償單 那對於我們這種現階段做當充單來講 其實最好的行情是整理行情 單項其實都不太容易 但是因為整理的行情畢竟比較多 所以我們才會選擇告訴大家 用這幾個指標來做一個判斷 那最近期當然是有一點點失準 但是我覺得行情也不會連續性 都是往這個方向去做發展 所以整體來講 我覺得後續大家還是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不要因為最近期操作不是很順利 大家就會覺得說這個指標是沒有用的 因為這事實上我們是試了很多年 然後我們覺得對於這種所謂的 新進的投資朋友來講 我覺得最簡單最直觀 然後長期統計下來 其實相對來講也會相對比較有 比較穩定的那種操作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大家的 所以如果說投資朋友 你認同夏老師 剛剛跟大家所談到的這些概念 那想要跟著我們一起操作台紙期的 至少我們跟大家保證就是說 我們的操作絕對不會去做凹單 該停訴我們一定會去做停訴的動作 如果你是認同夏老師這樣的一個操作方式 想要跟著我們一起做操作的 我們也歡迎大家可以透過 畫面下方的服務電話 跟我們的服務人員做聯繫 那以上就是今天11月15號的齊全最前線 謝明哲老師聲明書 市場上有詐騙集團 盜用謝明哲老師的照片及簡介 成立Liant群組 推薦非本人操作之股票 及收取不當之費用 謝明哲老師在此慎重聲明 等LiantID為 AtMoney27525868 ParaGonID為明哲888Y 無其他群組 請投資人切勿受騙上當